因为这个Jeffrey Memo 里面没有提到 立法、合法化、杀死成人 就是长大的人 然后说那是医疗措施 把人当成是流浪狗一样 可以随便杀死 安乐死这个制度 是Jeffrey这个丧心病狂 没有想到可以使用的 或许在当时 还没有像现在的左派一样变态 设想出一个合理的杀人方式 但是经过这60年 安乐死真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成立了 然后这些买卖死亡的产业 正在各大社会中兴起 一年比一年的多 我们社会正在鼓吹、赞叹、期待死亡 认为说这是美好的、有尊严的 现在这个自杀的行为已经被美化 加拿大已经开始全面的执行安乐死了 而且只要说有重大疾病 你就可以享受安乐死 那这些疾病不是什么癌症、绝症之类的 还包括心理疾病 忧郁症 只要你觉得你想死 你就可以有尊严的死 不用死的很难看 加拿大有一个年轻人 还未成年 认为自己得了忧郁症 决定要自杀 他的母亲试图阻止他自杀 认为一定有比死还要更好的解决方式 现在正在打官司 这位母亲被说他没有任何的合法理由 来阻止他的小孩安乐死 不只是这样 加拿大的安乐死计划执行 扩张到明年开始 如果小孩选择要自杀的话 连父母都不需要告知 有一天你的小孩可能出门 有可能跟他的国中的女朋友 男朋友分手了很难过 过几天你就会接到一封信 说你的小孩已经在政府的照顾下 安全的安详的安乐死了 仔细想想看 如果父母还同意他们安乐死的话 好像更恐怖 有一个报导写的更清楚 上面说从2017年开始的MADE Medically Assisted Death 执行就有2838人 透过这个样子的方法自杀 根据加拿大政府的统计 在2021年这个数字 成长到了1064人 这是加拿大当年死亡人数的3% 加拿大政府目前执行过 31,664起安乐死案例 绝大多数的年龄在65到80岁之间 在2017年的时候 只有34起是18到45岁的人 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人数上涨到了49人 2019上涨到了103人 2020 118人 2021 139 现在上千名 原本还可以存活很多年的人 成功的申请到了自杀的权利 在某些加拿大的县市内 有5%的死亡人数是来自于安乐死 2021年Kevac魁北克区的安乐死死亡比例 就高达4.7个百分点 British Columbia这个数字是4.8 进步派的温哥华这个城市 是以全球安乐死首都为名 在报道里面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些需要医生把他们杀死的服务 申请过程是非常迅速的 有一个公司会帮你准备所有的一切 一条龙的服务让你去死 也就是说 你在加拿大拿到死亡许可证 是比你要重建你家 或是有新的 装一个新的厕所 各式各样建筑工程还要容易的 因为如果你改建过你家的话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 过程是非常冗长的 需要画图 建筑师 电工 承包商 银行 各方面的程序 但是如果你想要死的话 有一条非常便利的一条龙服务 因为死亡很简单 有人因为他的耳朵开始不好听不见了 所以就直接去死了 有些人因为眼睛不好老花眼了就干脆直接安乐死 有些人因为腰痛或是头发开始掉了 要秃头就直接死了 加拿大正在合法的屠杀他们自己的公民 现在如果你很穷 付不出房租 你也可以去死 加拿大的City News发布了一个报道 一名54岁的人叫做Amir Farsad 住在Ontario 他申请了安乐死 而且已经收到了两份中其中一份医生的认可了 一切都只是因为 他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流浪汉 MEDICALLY ASSISTED DYING,OTHERWISE KNOWN AS MAID,NOR IS IT THE DEPRESSION HE LIVES WITH. FARSUD HAS APPLIED BECAUSE HE IS IN DANGER OF LOSING HIS HOUSING. HE LIVES IN THIS ST.CATHRYN'S ROOMING HOUSE,SHARING THIS SPACE WITH TWO OTHER PEOPLE. BUT IT IS UP FOR SALE.FARSUD LIVES ON SOCIAL ASSISTANCE AND SAYS HE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HE CAN AFFORD. I DON'T WANT TO DIE, BUT I DON'T WANT TO BE HOMELESS MORE THAN I DON'T WANT TO DIE. MEDICALLY ASSISTED DYING IN CANADA WAS EXPANDED THIS PAST MARCH TO INCLUD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YES OR THOSE SUFFERING IN PAIN EVEN IF THEY ARE NOT CLOSE TO DEATH. 這邊不是在說這些人原本就會去自殺,只是加拿大做了一個讓他們可以不需要痛苦的自殺方式 如果只是這個樣子的話,聽起來還是一樣恐怖,這邊在說的不是剛剛我說的那個 剛剛Amiya的這個報導是在說有些人就算他們不想死,如果沒有安樂死的話 他們就一定會留下來面對人生的挑戰,面對人生的痛苦,找到一個生存的方式 例如剛剛那個Amiya,無家可歸流浪漢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對個人的自尊尊嚴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的確是一個人生很可怕的轉變 但是人可以擊敗這些東西,未來是有希望的,是有愛的,有光明的,你的人生是有意義的 每個人都想過自殺,乾脆死了算了,這樣的想法其實每個人都有過 現在政府給了你一個方法,張開死亡的雙手,歡迎每個人,乾脆一起死了吧 如果一開始提到這個Stacey Abram,如果看到這個加拿大的方針的話 應該會感到非常的驕傲,而且欣慰 因為她在建議的就是,與其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更能幫助孩子成長 更能幫助孩子,讓孩子活得更開心,我們只要把他們殺死就好啦 墮胎就好啦,然後在加拿大,與其找到其他方式來解決流浪漢的問題 就直接殺光他們就好啦,與其在這邊想辦法解決憂鬱症,心情欲足,失落 那些人乾脆就去死吧 這些人,不是想要幫助人類過得更美好,更和諧,活得更有價值 讓人類在這個地球上,變得更豐盛,更豐益,更富足 對他們來說,反而是完全相反的 人類在這個世界上,綻放光彩,活得有價值,活得有意義,是一個壞事 根據1969年這個剛剛說到的這個Jeffries Memo 人類生養眾多,遍布各地,掌管這地 就是他們想要解決的東西 而且是他們不斷努力,想要達成的目標 從創世紀一開始就這樣子,一直到現在